追回盜竊資產計畫 是美國政府一項有利的國際反腐措施 2010年 美國司法部制定這項措施 用於搜查並沒收外國貪腐高官轉移到美國 或淨由美國洗錢的資金 調查並起訴這些腐敗官員 9年來 美國用追回盜竊資產計畫 起訴了數十名外國高官 沒收了大筆非法資金 並將一些國家返還了部分被貪官侵吞的財產 今年2月22號 美國司法部關於伊馬調查案發布文件 其中提到 任何人如有關於存放在美國境內 或淨由美國洗錢的 可能是來自外國貪腐款項的信息 應當與聯邦執法部門聯絡 並附上了追回盜竊資產計畫的電郵 最近 美國國務院告訴一些宗教及信仰團體 將拒絕發放簽證給人權及宗教迫害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李天孝說 現在美國已經開始調查 中共官員是否犯有人權罪 這些人權惡棍的海外資產很可能被沒收 追回盜竊資產計畫中的英文 colleptocracy 是盜賊統治的意思 指某個政權中的腐敗統治者 利用政治權利剝削人民 侵佔自然資源 擴張個人財富和政治權利 2011年 就有人在網上曝光 中共不及以上官員的兒子輩74.5% 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 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的 達到91%或以上 而在此前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趙曉曾撰文指出 中國大陸財產過億富豪 91%是高幹子弟 在江澤民腐敗治國 悶聲發大財的政策下 中共的貪官們又正好是迫害法輪功 殘害人權的櫃子手 儘管周永康、薄熙來等部分人權惡棍已經入獄 但絕大部分仍逍遙法外 甚至有的已經潛逃美國等西方國家 有的還在繼續腥風作亂 最近 美國國務院官員開始請法輪功團體 提供迫害者名單及其海外資產信息 華府人權律師葉寧說 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差異 至今為止 美國和聯合國的反腐法案 都還沒有與中共合作的先例 但是他希望 如果美國插繳了這些盜國賊的財富 也不能退還給中共這個反人民的政權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西方世界的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 中共的體制在威脅他們的安全 然而 無論美國用經濟、政治 還是懲罰貪官的方式來對付中共 他們都會樂觀其成 在中國 早就有網友提出 如果美國曝光中共高官及其子女 在美國的財產和信息 比貿易戰更有效